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省去了一个传动轴 不光是一个体积重量的问题 那么功力的损耗 降噪噪音的问题 这些问题在他面前 一下子都可以迎刃而进 美国防长鼓吹对台军手 洋武器能否成台军救命稻草 这一系列的核心技术 都在人家手里捏着 轻易不会给你的情况下 你就在那痴心妄想地说 所谓的国舰国造 所谓的国舰国造 水面舰艇造钻舰 甚至要自己造潜艇 我还是那句话 你哪不上篇呢 一个恐怕就是吹吹风 为下一步的事实上的 美对台军手来打一个前站 那么这样的这种 所谓的自造潜艇 开出去之后 一旦出现了误差 那么很可能就是停毁人亡 那么上面谈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军情 大家看 首先我们有请军事专家 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 欢迎陈老师 我们来看第一条 近日由三菱重工组装生产的F35A战机 正式下线 日本名义上成为了能够生产四代机的国家 据日本NHK电视台报道 由三菱重工参与的首架F35A 在小木南工程下线 首批两架 预计年内交付航空自卫队 F35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 日本计划购买42架 其中四架成品已经交付日本 剩余38架将由日本企业自行组装 海南海口网友疾风尽草提问 为区区38架F35设立一个生产线 日本最比买卖是不是太亏了 日本经常做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是赔钱的 军品的买 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呢 它是为了保持自己的一个生产能力 同时呢 保持自己的科研和生产能力 能够处在世界一线的水平 现在有了美国F35这个模板 拿到我国内组装 这个国内组装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就会使它的生产线和整个的规范 一下子从三代机迈入到四代机 从另一个角度说 这个过程当中 它也可以接触 甚至偷盗许多四代机的核心技术 所以呢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花大钱干小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但实际上 却是花小钱赚大便宜的买 好的 我们来看下一条 最近央视在节目中披露了我国潜艇的一项黑科技 它可以让潜艇真正做到来无影去无踪 这项技术目前连美国人也没有搞定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日前 中国工程院院士马伟明 在接受央视采访时 曝光了我国下一代潜艇使用的五轴蹦推技术 马伟明表示 这项技术比美国的相关技术还要先进 据介绍 目前美国核潜艇采用的蹦喷推进器 由驱动轴带动转子转动 而我国的五轴蹦推技术 取消了传统的驱动轴 由安装在环状导管中的电机 直接带动转子转动 消除了噪音较大的机械传动部件 有望开启中国下一代潜品的静音模式 云南玉琦的网友可望不可及提问 五轴蹦推被视为潜艇推进技术的黑科技 连美国也没搞定 它究竟难在哪 五轴蹦推呢 从原理上来讲 它实际上是采用的是一个环形电机 那么我们知道呢 它的主动力电机和蹦推射器 实际上是一体化 所以就没有轴了 那么棒喷射器的外壳就是这个电机 而棒喷射器的转子就是这个电机的转子 那么这个从理论上说起来 似乎可以实现 但是呢 它要面临两大问题 第一个是小型化的问题 实际上呢 不管是潜艇还是水面舰艇 主动力装置相当的庞大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家伙 你要坐在一个棒喷射器的外圈 这个外壳里头 小型化技术很难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可靠性要求很高 你这个主推进电机装在棒喷的里面 不在庭内 也就是说 如果航行当中出了毛病 你是没法检修 没法采用其他措施的 所以它对可靠性要求极高 正是因为这两个东西 所以它会成为一种黑客机 一般人不敢轻易的把它投入到实用当中 那么陈虎老师 无周棒推 那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呢 其实呢 像这种的所谓的黑科技呢 这些年来 我们看来自海军共产大学的马委民院士 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让大家激动的东西 马老师好像跟您是校友 对 所以说呢 这个马委民院士应该说是我的母校 所有校友 大家的一个骄傲 同时呢 它也为我们的国家的国防建设 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推进 它过去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 让大家兴奋的黑科技 包括像乌州鹏推这种东西 那么将来我相信 它还会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我们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 让我们共同期待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 目前世界无人机发展是 风起云涌 我国台湾地区呢 也不甘人厚 搞出了一款名叫腾云的无人机 近日 台军方决定量产 由台湾科研机构研制的大型无人机腾云 腾云的机身长度约为8米 翼展长度约为18米 外形于美国MQ-9无人机神4 该机可在高空飞行 制空飞行时间长达24小时以上 意下还设有四个挂载点 目前台湾方面正计划为腾云无人机 搭配电子侦察搜索与干扰系统 使其成为无人电战机 江西基安网友洪陶K提问 台湾媒体之前老说咱们的 翼龙彩虹无人机 跟美国的捕食者很像 言外之意大家都懂的 这次他们自己搞出的腾云 也跟美国的无人机撞脸 这是为什么 其实呢像这种的无人机 也就是所谓的中空长恒时的无人机 现在已经很大程度上 趋向一致 你比如说吧 最基本的东西 你要有一个大展旋笔的机翼 瘦成的机身 然后呢 头部你要装胃通天线 那么所以头部呢 你会见到一个大脑袋 那么这些东西呢 实际上把它基本的几个特征 就给固定下来 换句话这叫 目标的驱同导致技术的驱同 技术的驱同导致外形的驱同 所以不是什么山寨 也不一定是谁放谁 那么台湾这款腾云无人机 它的性能处于什么水平 表面上看它的技术性能应该也是比较炫的 比如说20多个小时的续航时间 但是呢 从它披露的一些枝节的性能来看 看来呢 它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比如说呢 它的起飞的滑跑的跑道 要承达1000米 那么这说明 要么是它的升足比不够 要么是它的推力不足 所以呢 可以判断出这个飞机的挂载能力 也相当的有限 所以说呢 如果拿来和大陆的彩虹一龙相比 恐怕它在技术上还要差一点 好的我们来看下一条 最近呢 一款名为蜘蛛网的低空雷达 部署在了大亚湾核电站 专门用来捕捉那些不守规矩的无人机 中国电科集团近日发布消息称 大亚湾核电站 已经部署我国首个建成应用的 固定基站式低空飞行物管控系统 而电科14所提供的蜘蛛网相控阵雷达 是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雷达散射界面积 0.01平方米的无人机探测距离 不低于5公里 且具有多目标探测跟踪能力 蜘蛛网雷达的部署 将极大提升核电站发现 防范处理无人机等低小慢飞行物的能力 对保障敏感区域低空空域安全 具有重要意义 河南驻马店的网友幸运时光提问 为什么会选择这款雷达 作为大亚湾核电站低空的守护者呢 其实像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敏感的目标 都会面临一种空中的匿名的入侵者 那么这一类的空中匿名的入侵者 它的身份和来源可能会很大 各种各样都有 那么这些目标普遍的一个特征 我们把它叫做低小慢 低空超低空飞行 小型 所以目标很小 无论是目标的光学特征 声音特征 还是雷达反射特征 都会很小 再一个速度慢 那么现在我们讲 无人机已经运用相当的广泛 无论是私人的 某些团体的 甚至比如说外国的 进来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如果在你这样的一些敏感目标飞行 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飞行隐患 那么能不能及时的发现它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现在的大达文核阵弹 用这样的一个对空内达 专门针对这类的目标 实际上就可以把这样敏感目标的 一个空中的缺憾 给它有效的准备上去 核电站的安全是马虎不得的 那么这款名为蜘蛛网的雷达 能够做到全方位的监测吗 一般大家理解全方位 就是360度覆盖 但是对这样的一个监视系统 所谓的全方位 它实际上不光是一个360度的问题 还有你对 比如说隐身目标 能达到什么程度 那么按照公布的指标 它可以对反射面的0.01平方米 这样的一个低反射目标 在我们工艺的范围里 发现的 那么针对低小弹目标 这样的反射面 和这样的距离 已经足够留下相应的反应时间了 好的 感谢陈胡老师的精彩解答 观众朋友 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 军情大揭秘 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军情大揭秘 在刚刚过去的第16届 香格里拉对话上 有关中国台湾的话题 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美国国防部部长马蒂斯 在会议上公开扬言 美国方面仍然要坚定的致力于 为台湾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 就在几天前 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恩伯利也明确提出了 强化亚太区域安全法案 法案称 美国应持续对台军售 扩大台美军事人员交流 以提升其不对称作战能力 托恩伯利还声称 要寻求扩大与台湾开展 联合军演的机会 那么美国防长公开提出 对台军售究竟包藏何种目的 美国又有可能向台湾出售哪些装备 这些装备会给两岸力量对比 带来哪些影响 解放军又该如何应对呢 针对这些问题 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 房兵李立 魏东旭为您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发表谈话称 美国基于与台湾关系法 发展同台湾的关系 未来美国将加强与台湾安全合作 美国方面仍然需要坚定的治理于 为台湾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 据悉 这是马蒂斯就任美国国防部长后 首度公开提及对台军售的相关话题 在马蒂斯发言结束后 中国代表团迅速举行了记者会 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在记者会上强调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出售武器 同时坚决反对任何以官方名义 与台湾接触发展关系 中国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研究中心 原主任姚云竹表示 美国防长马蒂斯的讲话 总体保持了奥巴马政府亚太政策的延续性 但是他最不该提的一点是台湾问题 这在之前香格里拉对话会上 美国防长的讲话中是没有出现过的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为什么要在香格里拉对话上 公开提及对台军售呢 李老师 我想这个应该说可能是美方的一个刻意的安排 总之来讲 我们知道香格里拉会议经过这么多年的滚动 现在它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 我想这次马蒂斯作为国防部长的身份 在这样一个会议上公开的提及美对台军售 那么这里面它有一个实质性的突破 就是这个突破是美国官方第一次在香格里拉会议上 提及台湾问题 我想这个一定不是一个个人的 好像是随便说说而已 它一定有政府层面的一个深层次的设计 那么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 我觉得可能有这样几个考虑 一个恐怕就是吹吹风 为下一步的事实上的美对台军售来打一个前站 因为我们知道对台军售特别是台湾问题 那么显然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亚太地区的很多国家是声明其中的厉害的 它会有自己明确的观点 但是这次马蒂斯在这个会议上 他公开的抛出了一个观点 实际上相当于美方的意见 美方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 那比如说他做一个强势的国防部长 以前的国防部长都没有提出过这样一个议题 那我作为军方的这样一个人士 而且我这样长时间的从军的经历 我抛出这个观点显示我的强硬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所不接受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反对的 当然首先就是美对台军售 其次我们反对的是美国挑战了我们的一中立场 马蒂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抛出对台军售言论后 蔡英文当局迅速给予回应 对马蒂斯的表态表示感激 不过岛内网友对此反应不一 有网友讥讽道 台湾会尽全力买美国不要的武器 能不能用没关系 只要欺骗大家继续选民进党就可以了 事实上 台湾岛内对天价购买美国淘汰装备 一直存在很大争议 军售原本是买方市场 但美国对台军售并没有给台湾任何尊严 美国想卖什么就卖什么 想拆除武器系统就拆 台湾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例如在清宵本国退役军舰时 美国开出的价码 竟然比建造时的价格还要高 而台方只能照单全收 为了改变军售当中的不对等地位 提高自身价码 台湾当局近年不断炒作 所谓前舰机自造 计划斥资8000亿新台币 自行建造8艘常规舰艇 4艘神盾驱逐舰 以及开发新型高级教练机等等 今年3月 蔡英文还亲自视察台军左营军港 登上海火号潜艇 展示对自造计划的忠实 台湾所谓的舰艇自造计划 能否成为美台军售中的筹码呢 房老师 大家知道在这个美台军售的时候 台湾都是我们可以讲是很憋屈的 或者说是很没有地位的 不是说他想买什么能够买什么 而是美国人我想卖给你什么 你就只能拿着 而且我找你要多少钱 你就必须给我多少钱 没有什么商量余地的 所以他一直认为很受制于人 很多他想要的拿不到 很多不想要的人家非要给他 而且忘死了一载 你比如说最近有扔给他那两条 那个佩里基导弹护卫舰嘛 大家知道那个几十年前的老建了 现在的造价比当年的造价 还要贵好几倍 而同样的船 美国海军退役下来 如果援助给其他跟美国比较好的 关系比较好的 这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话 美国人几乎是近乎一百送的 我可以白送的 但是拿来载你 对不起 比当年的造价还要贵好几倍 大家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感觉 台湾想要什么 他想要高档的 去出现场这种宙斯顿剑不是现在想要 十几年前就想要 从来没给他过 而且就是美国今天有点什么破烂扔给你 明天有点什么破烂扔给你 所以他有的时候 他确实有这样一种 我们讲这个人受欺负受多了 这个委屈多了之后 他确实可能有一种想法 那就是我得找点知情 我不能总受制于你 我自己弄点东西 弄得出来弄不出来 咱们俩说着 我先把这个风放出去 我准备自己弄 那可以做一张牌来打一打 你卖不卖 你再不给我好的 你再往死里宰我 其实你自己造得出来吗 我们举个例子 潜艇 潜艇那个东西 大家前一阵曾经热吵了很大一阵 现在你所谓的自造 说白了 你除了能造那个壳子之外 你什么能自造 一切的停载武器各种设备 都要依靠美国 就包括造这个壳子 还要去满世界去逃换 这个壳子的设计图和方案 因为大家知道 它是从来没有自己干过的 只能去找美国 美国没有 美国现在不搞这个常规潜艇 只搞核潜艇 找这个西方 你比如说原来的那个 他的老主顾 荷兰 不敢啊 谁敢 现在谁敢得罪中国 我哪怕是把过去的图纸给你 所以连个图纸都拿不到 你那个壳子 你造都造不出来 你讲潜艇自造 你觉得 我们用了一句 我们用网友经常讲 调侃的一句话讲 你咋不上天呢 潜艇如此 那个顿剑 你造个壳子没问题 你把这个壳子传出来 毕竟吧 以前美国把这个图纸给他佩利吉 搞他现在成功击 你传出个壳子来没问题 问题是 你四千吨的船 能不能上顿 咱们先两说着 即便能上 你把它放大到五六千吨 你觉得那个顿的技术 谁会给你 谁敢给你 不要说西方欧洲那些国家 潜艇啊 包括这些国家 都在这个问题上 吃过中国的亏的 即便是美国 以现在的中美关系的大局 特别是两国的军事关系 你觉得我们讲美台关系 美台军售肯定不会断 但是你觉得以现在的美中美两国的大国军事关系 他会把这些破底线的东西给你吗 他要不要考虑后果 所以这一系列的核心技术都在人家手里捏着 觉得轻易不会给你的情况下 你就在那吃心妄想的说 所谓的国舰国造啊 所谓的国舰国造啊 水面舰艇要造盾舰 甚至要自己造潜艇 我还是那句话 你哪不上天呢 台湾一方面想摆脱被美国坑前的命运 主张自造舰艇 而蔡英文当局呢 又不敢对美国说不 魏老师 您觉得台湾如何在这种尴尬的局面当中取得平衡呢 我个人认为它很难取得平衡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台湾岛内传出一种声音 说依靠台湾自己的企业 可以建造这种先进的常规潜艇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 它是由哪些企业参与了所谓的这种潜艇制造的项目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 要制造潜艇耐压艇壳的这家台湾企业 它的出身是造什么的呢 它是造大型锅炉和这个输油器管道的 那么除此之外 据说台湾的一些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厂家 也要参与它的这个制造的潜艇项目 那么其实我与台湾内部的一些媒体人啊 其实也有过类似的沟通 那么按照他们的说法 其实有很多台湾的造船专家 包括一些船舶的这个设计专家 其实他们自己都非常担心 说利用这些民营企业的 或者说一些不太成熟 一些不太靠谱的技术 堆砌起来的常规潜艇 那么它出去能不能回来 其实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那么甚至有的台湾民众也认为 那么这样的这种 所谓的制造潜艇开出去之后 一旦出现了误差 那么很可能就是停毁人亡 那么上面台湾海军的这些潜艇官兵 很可能就要葬身大海 马蒂斯在做出对台军售的表态之后 蔡英文当局迫不及待地 对其表达了感谢 那么美国这次又会拿什么装备 来忽诱台湾呢 分析指出 马蒂斯有关对台军售问题的发言 一方面是在试探中国大陆的反应 另一方面也代表了 美国政府的真实想法 此前特朗普政府就有官员公开表示 美国国防部将会考虑提出 更有效的对台军售案 新军售案将比奥巴马时代 未放行的军售案更多 因此马蒂斯此番发言 就是个明确信号 美国可能会在近期 出台新的对台军售计划 曾经被奥巴马叫停的对台军售案 有可能会就此复活 据了解 在奥巴马现任前被叫停的 10亿美元对台军售大单中 包含了大批进攻性武器装备 其中就包括AGM-88 哈姆反辐射导弹 AGM-84K 斯拉姆巡航导弹等 随着特朗普政府明确提出 对台军售相关一提 这些武器的对台出口 很可能会再次被提上一时日程 届时 台湾能否从美国获得 进攻性武器将成为焦点 请问李老师 美国是否有可能出售 进攻性武器给台湾呢 我觉得并不排除这样一种武器 而且从以往的 美对台军售的这个情况来看 它现在已经突破了这个边界 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 到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边界上很早就被突破了 你比如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期 美国曾经先后卖给它的F-16 我们说F-16能叫做 自卫性的战斗机吗 那肯定不能给予这个定义 那么随后卖给它的AIM-120 先进的中程空内空导弹 那你显然这一定是进攻性的 你比如说早期 你像你挂的一些 比较短程的导弹 比如说响尾蛇这样一些导弹 它肯定是打得比较近的 但是你中程空内空导弹 它是先进的 在当时这个体制下 整个亚太地区空军 可能还没有几家 有这样先进的导弹 它就直接卖给了台湾的地区 所以我觉得应该说呢 并不存在这种争论 说美国能不能卖 进攻性的武器装备给台湾 我觉得现在这个核心的问题 是在于就是 美国它要买什么样的 就是要把什么样的 进攻性武器卖给台湾 所以在整个美对台军售 走的这个脉络当中呢 我觉得它有几个主线 非常明确 一个就是推波助澜事 就是本来没有事 但是我一定要搞出事来 你比如说两岸 它当时评估 比如说大陆军方 整个这个武器装备 一旦你的武器装备的能力 出现了大幅跃升的时候 它一定要在台湾地区 下一个筹码 就是我一定不能让 两岸的这个军事力量 这个平衡打破或者失去 我觉得我们需要做好的 就是防止它把进一步的 更具进攻性的装备 卖给台湾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是需要做好准备的 有观点认为 美国对台军售的形势 会更加的隐蔽 比如向台湾输出敏感技术 魏老师您怎么看 美国未来确实会 可能采取一种隐蔽性 或者说隐秘性的手段 去提升台军它整体的作战能力 比如说有一种模式 就是借机卖弹 比如说它不卖战斗机 而是针对台湾空军现役的一些主战机型 进行改进和升级 提升台湾空军的像F16战斗机 或者是IDF金国号战斗机 它的这种作战能力 为它更换一些雷达 更换一些电子系统 那么同时也可能会提供一些配套的机载武器装备 比如说这种空射的反辐射导弹 或者是由战斗机发射的这种对地攻击的这样的一些机载武器装备 甚至包括一些空射的这种反舰导弹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通过这种隐蔽的这种军售模式 或者说这种隐蔽的出售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在短时间内提升它的一些主力战斗机的这种制空作战能力 包括针对陆地和海上目标的打击能力 近些年来 美国在对台军售中 偶尔也会给台湾一些甜头 提供一些看起来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 但这些武器大多是 台湾从美国获得了不少相对先进的武器装备 包括ERT鹰眼预警机 AH-64E阿帕奇直升机 AIM-120C5中程空空导弹 爱国者地空导弹 以及APG-83有源相控阵雷达等 此外 由于台湾在短期内 还无法获得美国F-35战机 因此升级现有F-16战斗机 成为了台军提升空战能力的唯一途径 据了解 F-16升级计划学的APG-83雷达 是美国诺斯罗普格鲁门研制的 最新型机载有源相控阵雷达 具有很强的探测能力和多目标交战能力 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在宣传中声称 APG-83能提供与第五代战斗机雷达 比肩的空空和空地作战性能 在探测距离 分辨率和灵敏度上 能与F-22使用的APG-77和F-35使用的APG-81相媲美 台湾军方甚至声称 安装了APG-83雷达的F-16V战机 可以与大陆的歼20相抗衡 不过分析之初 台湾想用落后一代的F-16V 来对抗解放军的歼20 无异于吃人说梦 台军居然声称 F-16V战机可以对抗解放军的歼20战机 方老师 他们为何如此自信呢 台湾方面确实是 我们经常讲用我们过去的话讲 人有多大能 地有多大产 当然这是一个负面的说法了 大家都知道台湾现在 它确实能够拿来跟大陆进行军事抗衡的东西 是越来越少 我们如果跟20年前做一个对比的话 大家知道当年台湾那个心态 20年前我的GDP相当于你的 什么样一个百分比 那人家是很有钱的 那是20年前它的军费 甚至是可以跟我们大陆有一拼的 那在那种情况下 它在两岸的距离对比中 它150架F-16 60架换英2500 这是210架外购战机 还有130架IDF 340架 当时的情况下 大陆对面 我马上讲海峡对面的大陆 才有多少架三代战机 所以在那样一个情况下 我觉得台湾那种心态 你就可以从中去把握 我们知道人都是这样子 由减入奢益 由奢入减难 过好日子容易 等过完了好日子 再想回来过苦日子 恐怕这个心态就很难调整 现在20年后 不是20年前的1996年了 是2016年之后 两岸是什么军事力量对比 无论是三代战机 二代三代战舰 还是各种远程打击兵器 你跟我有的可比吗 那这种心态之下 当去年我们知道 2016年的珠海航展 连大陆的我们讲四代战机 接二零都首次亮相之后 现在都在传 是不是很快要列装的 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你还是20年前那套装备 你觉得是你自己心里踏实啊 还是你再来编个坑 来混用台湾那帮老百姓啊 老百姓也不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要抓住一切的救命的稻草 只要有一根草 他都能拿过来 拿来好好的把它 好好的这个渲染一下 那么这根稻草是什么 就是F16的升级计划 而F16不管怎么升级 大家知道 三代战机的底子是改不了的 那怎么办 我总要拿出一点事情来说话呀 说事啊 我总要去糊弄老百姓 你看给大家扎一针马飞 我们还是有点东西啊 你还能说什么 不就是那个雷达吗 所以他现在天天拿着一个雷达忽悠 说事 我这个雷达跟F35有血缘关系 跟F22猛奇那个雷达有血缘关系 我是把三代战机上 装了四代战机的雷达 哪怕是缩水版 我 由于有了这样的雷达 我可以跟大陆的 这个四代战机 有一拼 你们放心 没问题 我们以后再搞什么 你们不要害怕 不就是这种心态吗 不就是一个套路吗 说一千到一万都是套路啊 至于打起来的时候 到底结果会怎么样 我想这帮天天在念叨这个科的人 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 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 前不久台军刚刚结束的 所谓汉光33号演习 他们精确的把演习的时间 设定在了2025年 特别说明一下 2025年是什么时间 就是蔡英文 哪怕他有本事再干一个任期 两个任期彻底结束的时候 拍屁股走人的时候 他们认为那个时候打 爱打谁打谁吧 住谁 近年来美国为了给台湾壮胆 偶尔也会提供一些 非常先进的武器装备 例如被台军视为掌上明珠的 AH-64E武装直升机 就是其中之一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款台军的树梢杀手 AH-64E阿帕奇卫士 是由美国波音公司研制 是阿帕奇家族中 最先进的型号 AH-64E拥有更强的 战场信号感知能力 它的顶部安装了一部 改进型的长弓毫米波雷达 这款雷达不仅拥有 强大的对地面目标的搜索 和跟踪能力 还增加了对海探测模式 阿帕奇也因此获得了 对海面目标的打听能力 首批阿帕奇于2011年底 开始交付美军 那么两年之后呢 台军也开始同步接收 阿帕奇成为继美国陆军之后的 第二个用户 2014年底 台湾购买的30架阿帕奇 也全部到货 台军也因此获得了号称 亚洲第一的武装直升机部队 美国在对台军处中呢 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奇怪的主动 比如说提供先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李老师 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呢 可能和台岛特殊的这个防卫作战的需求有关系 特别是对于台岛这个特殊的地形来看呢 特别是台岛的防卫作战 它实际上是台岛作战的最后意义 按照台湾军方的评估就是成则保台 败则死无仗心之地 所以你按照这个评估 显然台岛防卫的最后一战 就是在暗滩组队这方面 它是需要强化它的全方位的能力的 对于陆军来讲 它讲空地一体作战 就是我讲的不是平面上的坦克突击 装甲车的突击 而是空中一定要有大量的武装直升机的这样一个配合 然后形成一个立体的态势 比如长弓阿帕奇 它还可以在恶劣的天气下使用 就是如果天气比如说阴雨天 包括雷电 那么它实际上的一般的武装直升机 是探测不了诸位的情况的 但是它的缠工这套系统 完全可以探测对面的 比如说对方抢滩登陆这个阶段 你的整个部队的敌势情况 然后我可以引导我的武装直升机 上面它是挂这个地狱火导弹 直接以三到六公里这个射程 在你暗滩向暗冲击的时候 就是你对方比如说要登岛吧 我就在这个阶段去阻绝你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在更大的一个全面战场 它这种提升仍然是战术机 因为毕竟我们知道 武装直升机你导弹打得再远 你恐怕就五六公里吧 你再远以外你怎么办呢 你恐怕还得靠导弹 靠远程的航空兵 靠咱们强大的这个中远程的打击火力 所以在这个局部做一个提升 我觉得对于美军来讲 好像美国人来讲 对它好像是一个实质性的 但是从战争的全局来讲 它实际上是于事无补 黄老师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它毕竟是陆战武器 陆战武器 它能够改变两岸力量对比的空间 就非常非常知晓 说白了吧 如果不发起大规模的渡海攻台作战 登岛作战用不上 只有大规模 像过去很多人台湾所形容的 百万大局横渡海峡打上岛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的攻击直升机可以发挥作用 否则海峡两岸一两百公里 甚至三百多公里宽 你觉得你会越过海峡飞到我这边来打我来吗 你是准备过来起义还是投城的 所以它根本用不上 而这种能够用得上的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 我们发起大规模的渡海攻台作战 而它有一个前景 那就是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争夺 那么大家从这个角度来看看 直升机对于海峡两岸如果爆发战火 大规模爆发战争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至关重要的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争夺 它真的是一毛拳用都没有 所以这样一种东西 卖到台湾去 美国人心里就非常清楚了 第一我能载到富贵的钱 第二不会决定性的改变 大陆最为敏感的海峡两岸 空权海权 制空制海权这样一个力量的对比 同时也不会过多的去触怒 大陆的这样一个底线 当然我们该反对肯定会反对 我们心里也清楚 哪些东西是真正出破底线的东西 所以作为美国来讲 一箭三雕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我们讲以后美台军售断肯定不会断 但可能更多的以后就是这个套路 有台湾官员曾经将美国对台军售精辟的总结为 台湾想要的美国不卖 美国强卖的台湾又不想要 比如说F35台湾是求而不可得 在今年的汉光33号兵器推演当中 台军上演的一出 22架F35战胜解放军的魔幻剧情 虽然台军能否得到F35还是个未知数 但是随着台军现有F16和幻影2000等战机逐渐老旧 台军采购F35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 不过台军相中的F35B属于垂直起降战机 其作战半径机动能力和载弹能力 与解放军的J20战机相比存在不相差距 因此即使台军能够获得F35B 对两岸军力的对比影响也是极其有限的 此外台军装甲部队目前仅有的几百辆 M60A3和M48H坦克也极待提换 这些老爷战车的战斗力 仅相当于解放军的第二代88式主战坦克 和96和99系列相比差距非常之大 因此台湾陆军一直寻求引进美国的M1A1主战坦克 不过美国M1A1坦克已经算不上先进 其技术水平已经无法抗衡解放军99A坦克 因此即使台军获得M1A1 其作用也只能是聊胜于无 魏老师美国真的有可能出售F35给台湾吗 从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虽然说有 但是并不是特别大 因为在美国的新版的亚太军事战略当中 台湾问题或者说针对台湾的关注度 应该是逐渐的弱化的 当然了未来也不排除美国国内的某些政治势力 可能通过对台出售F35这样的一张牌 去制衡两岸或者说制衡大陆方面 对于出售F35来讲 无论是美国的军火公司 还是美国的政客 其实他都不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帮助台湾提升他的这种防空作战能力 或者是制空作战能力 其实他的目的非常的简单 就是赚钱 而且即使台湾空军获得了一定数量的F35隐形战斗机 也不会对台海的这种军事格局产生一定的这种冲击 因为毕竟F35他不是UFO 他不可能一直在天上飞 那么在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 他总要回到自己的家里 回到他的机窝 进行这种燃料的补给或者是弹药的挂装 那么如果说台湾岛内的某些人 或者说一些台独分子 妄图用F35去威胁对岸 那么我相信当F35他升空之后 很可能最后连自己的家都找不到了 因为对于我们大陆来讲 我们的反制手段和防范手段是非常完备的 也是非常多样化的 美国对台军兽能否成为台湾防卫固守的救命稻草呢 方斌老师 我觉得从美台军兽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一直讲不管中美两国关系怎么变化 军事关系哪怕是谎合到什么程度 美国人绝对不会松这个嘴 绝对不会把手里张牌轻易的放掉了 这是美国人的一个惯例 他手里有的牌轻易不会把美台军兽停掉 他毕竟可以拿这张牌来制衡大陆 但是发展到现在 这张牌到底还能起多大的作用 咱们说句过头的话 即便美国人想不清楚了 真准备跟准备撕破脸了 你卖四代战机给台湾 结果又能怎样 大陆现在已经有了四代战机 而且还是高配版 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 一方面美国人也非常清楚 现在在卖很多东西 想通过对台军兽来决定的改变海峡连岸力量对比 基本上已经是一个不可能的情况了 所以现在美国在对台军兽中 有人讲 有人讲美国现在大概是这么一种态度 我觉得还是有一种道理 那就是不再主动的升级美台军兽的这样一个规格 而是是祖国大陆这边 中国大陆这边 我们军备的很多升级 如果一旦对台湾构成太大的军事压力的话 为了给台湾安抚一下 葫芦葫芦的台湾 适当的给它一点东西 你比如说最近一般都在传 说这两年美国可能把这个香味蛇的最新的改机型 AM-9X可能要出售给台湾卖几十枚 那这个背景就是 听说我们祖国大陆 中国大陆有了这个PT-10吗 PT-15吗 有了更新的型号 那好我给你点东西 让你看看你还能够跟他对付一下 美国手指头缝里搜出来这点东西 拿来以载台湾为第一使命要部这些东西 又在多大程度上 能够让台湾在军事上 真正感觉到自己还有点底气呢 我想这个问题就不用说了 至于他嘴上怎么讲 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毕竟嘛 台湾是有很多神器的 有一个熊三都可以拿来当航母杀 欢迎您在下周六晚同一时间